各位同学好 我是台北市大理高中的 黄有志老师 今天让我们讲解 六支九的立体演练 首先我们看一下题目 下里有关电磁波的叙述 哪些是正确的呢 A选项 电磁场交互感应形成的波 就是电磁波 它是属于横波 B 电磁波当中的无线电波 因为它的速率比较快 所以适合拿来通讯 C 微波炉是可以加热干燥的面粉 D 耳温腔则是利用红外线的辐射 来侦测温度 一 紫外线是可以帮助皮肤生成维生素D 所以我们可以多多照射 好 那我们进入A选项 这里有一个电磁 当电磁加速运动的时候 它会产生 磁场 那 改变的磁场又会产生电场 于是电磁场交互感应传播出去 这个我们称为电磁波 那同学从图形上可以看得出来 B 电磁波当中的无线电波波速因为比较快 所以适合拿来通讯 同学我们要知道第一个概念 各种电磁波在真空当中的传递速率都是光速喔 无线电波没有比较快 第二 如果是通讯用波的话 它需要绕过障碍物来传递 所以 我们可以说 它应该是容易产生绕射现象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图 这是第一个波 产生的绕射 这是第二个波产生的绕射 有什么不同呢 它的波长变长了 那如果我们再将波长增大的话 可以发现三个绕射的图形都不一样喔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们看它波展开的幅度 可以发现 障碍物后面如果产生越多波 是不是表示它越容易产生绕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说 波长越长 基本上是越容易产生绕射 同学 于是我们复习一下电磁波 波长最长的是属于 无线电波 于是这题我们应该改成 无线电波因为波长最长 所以适合拿来通讯 C 微波炉可以加热干燥的面粉 同学我们来复习一下 微波炉的作用原理 我们将微波炉里面的汉堡放大来看 当我加入微波的时候 因为汉堡里面的水分子 借由微波的关系开始震动 那震动就会摩擦产生热能 所以今天微波乳是没办法加热 没有水分的东西 于是这个选项应该是错的 第一耳温腔是利用红外线辐射来侦测温度 同学 大家认不认识图形上这一位老师 那我们把他的耳朵放大来看 人因为有体温 那有体温就会辐射出热辐射 于是他会辐射出红外线 所以耳温腔借由侦测红外线 就可以测量我们的体温 所以第一选项是对的 一选项 子外线可以帮助生成维生素D 所以我们就可以好好多多的照射 同学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 这是今年才发生的新闻 有一个托儿所 因为老师不知道 开了杀菌的子光 所以他在睡午觉的时候就晒伤了 同学注意哦 太阳光如果照射太多 基本上是会产生晒伤 更严重更会容易罹患皮肤癌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 当晒伤的时候应该先冰敷 然后保湿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子外线不可以过量的照射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好同学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B选项应该是无线电波的波长较大 适合拿来通讯 C选项因为面粉没有水分 所以没办法加热 同学那我们应该选哪几个选项呢 好 一选项 子外线基本上多多照射对身体有害 所以同学我们应该选哪几个选项呢 应该选A跟珠 好 同学借由各个选项的讲解之后 对各种各式各样的电磁波 是不是有更深入的了解了呢 那让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论 转发 打赏